这个是一个情绪温度计 大家好 情绪本身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为什么大家常常会谈虎色变呢 因为当我们控制不了情绪 特别是负面情绪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很可怕 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情绪温度计 通过一个小小的工具 让孩子学习情绪词汇 那是情绪本身 进而慢慢地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放入 最后 爆发 控制不住就 爆发了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把情绪温度计的图片 放在视频后面了 大家可以把它截平并且打印下来 找一个硬一点的纸板 或者其他任何的包装盒 鞋盒都可以用 然后根据纸板的大小 把温度计的图片 给它拆点成合适的尺寸 如果这个时候把温度计和纸板 粘合起来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更多的互动 那就接着往下看吧 把水银的部分切割出来 在四周呢 用胶带给它补墙一下 不过胶带不要占太大的面积 因为后面我们还得要将纸张 粘合在纸板上 然后在硬纸板上面 找出这个可活动水银的定位来 这个可活动的水银 它的大小就是刚好介于温度计和被挖空的那个部分的中间 在纸板上找好定位之后 把上下两头切割出大约2毫米左右的空隙 方便这个纸条穿进去并且可以顺滑的活动 剪出两段吸管和这个空隙一样的宽度 可以比它略小一两毫米 然后用线把它固定在两头 找一张长一些的纸做活动的水银 这个长度大约是两倍与两个间隙之间的长度 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纸 那就用两张普通的纸把它结合在一起 不过要注意结合处的顺滑 不要卡在间隙里了 拆好以后 从中间处开始涂上红色的颜料 涂好以后测试一下纸条的顺滑度 根据需要做一些调整 然后把背后的接头把它张合好 涂上胶水 抹平 就可以把这个温度计的图片贴上去了 这样温度计就做好了 其实是平静 平静的心情是吗 拜拜 下一次我会介绍一些和情绪有关的绘本 在此我要大力感谢一下我们家的姐姐 因为这个情绪温度计的图片完全是由它设计出来的 谢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